各位同志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鎮宗真真 其實在台股的歷史中 應該說整個股票市場的歷史中 每一次的下跌到回升的過程 在底部有買進的投資人 總是最少 原因在哪裡 其實你去看 不論說2008年 還是說2008年之前的空投 每一次你會發現到 底部的成交量都是最少 反正你會發現到 反而是期間的一些反彈行情 它的成交量反而會來得比較大 所以你會發現每一次 因為說這個東西是一個循環 下跌 阻底 反轉 這是一個大循環 但每次這樣子的循環過了 以一般投資人來講 真正發現到 整個台股已經直穩了 通常都是已經漲了一段 其實這最大最大的原因就在於說 大家會拼命的去找底部 我說這個時間點落底了沒有 這個時間點還會不會再去阻底 其實從指數破年限以來 4月7號 從4月7號破年限以來 這樣子的現象 它已經開始在慢慢的浮現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從4月7號一直到今天 我們就把這段視為 是一個下跌的過程 在這段下跌過程中 總共有了4次的反彈 4次比較像樣的反彈 這4次反彈過程中 它其實成交量是隨著它的次數 逐漸的下去做遞減 所以為什麼今天的成交量 只有2000億上下而已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低的成交量 你去看 你直接看這張圖 如果說這一段下跌走勢 我們就以年限來去做劃分 這條是年限 年限以下都算是一個 向下趨勢的話 大概是有4次的反彈 第一次在4月13號 4月13號反彈上來 其實當時市場氛圍是怎麼樣 大家認為說 它會在第一時間站上年限 所以當時的量有到2600億 算是高 再來4月19號剩下2500億 再來4月29號這一次 其實這一段它的均量剩下2200億 一直到這一次5月13號 一直到今天5月17號 均量其實就2000到2100億出頭 其實會出現這樣子的現象 這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放養小孩的現象 第一次大家去嘗試去強短去抄底 發現失敗 第二次再去嘗試抄底 又發現失敗 到了第三次一定會懷疑 這個時間點 它到底是不是所謂的底部 或是說它只是反彈 所以你會發現到 每一次的反彈 每一次的反彈 它的成交量會越來越少 到了真正的底部浮現 反而當時 趕去買的投資人會變少 所以其實在這樣子的行情中 就像之前有提過 因為說目前整個台股一直到年底 應該說一直到聯準會正式升息結束 整個升息循環結束 它都是風險與機會共存 它風險與機會共存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找一個真正絕對的底部 如果說你去找一個真正絕對的底部 那也會出現像這樣子的狀況 你沒有拆到底部 沒有拆到底部 第三次第四次 等到真正底部來了 你會變成說不敢去買 所以其實在這一段 就像昨天所提過 台股它有向下的空間沒有錯 那我們就去抓一個最壞的狀況 台股可能會跌到1萬5千點之下 這是一個最壞的狀況 但是這個最壞的狀況 因為說它是一個循環 所以不見得會什麼時候來 那在這期間 不用說一定要去等一個底部 一定要去等一個真正的大底 而是說在這過程中 你需要去且戰且走 一邊去尋找機會 那一邊去等整個台股 或是說一些個股開始逐出底部 否則就像他所說的 如果你是滿手資金抱著 那你要去等一個真正的大底 真正的大機會 有時候說你反而會沒有等到 或是說在這之前 你會隨便去拆底 隨便去摸底 那結果摸錯了 那等到真正的底部來臨 你就會不敢去買 所以很多人會說 台股目前還不穩定 那去操作是不是有風險 是不是應該要等到 美債到了一個臨界點 或是說等到美債殖利率 真的是已經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反轉 再去做股票 那其實這樣子的觀念 就會變成說剛剛所提到的 你是在找一個絕對安全的底部 但是其實在目前的行情中 並沒有所謂絕對安全的底部 因為美國聯準會 它不斷的在升息 6月份 7月份 8月份 11月 12月 它會一直升上去 那一直升上去 它會再造成美債殖利率的變化 美債殖利率變化 它又會壓抑到新興市場的股票市場 它又會壓抑到一些新興市場 所以在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它會可能說震盪走低 然後或者反彈到一段 那再繼續去打底 所以你去看 就像我說的 如果說你這樣以整個線圖來看 它確實是一個向下的趨勢沒有錯 但實際上裡面分不同的階段 它是有不同相對應的強勢股 所以為什麼說在整個大空投的格局裡面 你放空你不一定會賺錢 那在大型的多投行情裡面 你去做多你也不一定會賺 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空投跟多投的定義 並不是說你去放空 空投市場中你去放空就必賺 不是這樣 那在多投行情中也不是說 你只要說閉著眼睛去買就必賺 也不是 所以一定是說在什麼樣的時間點 那我們去找尋到相對應的強勢股 那就是慢慢一步一步的來 等到說整個國際情勢比較穩定 真正大體出現 到時候你才敢去買股票 否則你看 以美國就昨天講的 美國基準利率來看的話 2018年大約是在2.5% 但是目前大約是0.75而已 還有落差一段距離 但是這個時間點的 美國公債的殖利率 已經跟2018年是差不多的位階 所以代表說 接下來聯準會只要繼續升息 美國公債殖利率還會再往上飆 但是這是一個過程 這是一個比較深遠的過程 不是說今天講 下禮拜就跌到1萬5千點 並不是這樣 他會慢慢的修正下去 但是如果說你在這期間 你沒有去操作 真正低點來 你也不敢去買 所以為什麼會說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相對來講 成長性比較強的股票 他還是有辦法逆四漲 關鍵就在這裡 所以像3661的世新 當時有講過 不論說搶反彈 還是說你要在這樣子的盤勢之下去操作 IP他都算是相對穩定的一塊 5月10號星期二 當時不到1000元 5月12號星期四漲5% 今天5月17號再漲6%以上 相對來講 他就比較強勢 你去看 其實說以整個IP族群來講 他最大的特性就是說 他的股本比較輕 一旦說反彈起來或是說一旦說大阪稍微的質穩 稍微有資金溢柱 他漲勢就會來得比較強勢 以整個IP族群來講 因為他說他的營收是用韌力的方式 所以如果說第二季跟第三季不是說 大環境不是說這麼好 他可以把他的獲利 拉到第四季再去入帳 既然是這樣 他在這個時間點 相對來講 他的爆發性 全年的爆發性就會來得比較高 所以你去看 這個位置也是 今天再漲6% 這一段也是大約是10到15%左右 其實說以資金來講的話 今年光是說歐美地區的一些NRE 他的EPS初估就有35元 以35元來算的話 如果再加上 飛騰今年有望說恢復出貨 如果說飛騰恢復出貨的話 世新他其實是有機會挑戰40元 如果說世新去挑戰40元的話 1000元以下就是一個 相對來講很便宜的價位 他就是一檔 相對來講比較不受影響的標的 主要也是說 因為說他搭在 先進製程的大趨勢上 先進製程這個東西 他本來就是不可逆的大趨勢 他搭在這上面 相對他跟美債來相比 相對他的爆發性就會來得比較高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整體盤勢看起來是非常凌亂 沒有錯 就像我說的 其實你現階段 不論說個股還是說大盤 很多的指標 所謂的指標 他都已經失真了 你說大盤往下的支撐 或是說向上的壓力在哪裡 其實距離現在的價位 都有一段距離 一段很大的距離 你沒有辦法用這樣子的模式下去做分析 你就是要朝向總金貨幣這一塊 所以為什麼在近期 那會不斷強調說台股什麼時候會出現真正的底部 要去看的是美債的殖利率 但是美債殖利率這個東西 他也不是說一朝一夕 那就會直接到4% 或是說3.5%以上 他會循序漸進 那在這循序漸進的過程裡面 一定會有一群股票 他是會逆勢上漲 就像昨天說的 一間在爛的學校 他還是會有一班支優班 他是用來招生 所以不論說什麼樣的行情 他一定會有一群特定的股票 有辦法逆市漲 1560的中沙也是 他也是搭在先進製程的大趨勢上面 今天也是相對來講比較強勢 鑽石碟跟再生金元 去年是4.78 今年9元起跳 9元起跳 其實他的獲利年增 至少是一倍以上 200% 那這樣的話也代表說 他的吸引力 投資價值 他是大過於美國的公債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你要去說一個 比較具體的判斷方式 其實就像我講的 你去把一檔股票 跟美國公債來相比 如果說這檔股票 他的投資價值或吸引力 他是大於美國公債 市場上就會去買單 尤其是現階段這樣子的行情 你會發現到很多跌生的股票 都開始反彈 但是一定有一半以上的個股 他是真的就是反彈 反彈到某個壓力點 他就會開始停止不動 所以為什麼近期才會強調說 至少一半以上的股票 那逢反彈 我們都要去賣出 因為他不在大趨勢上面 那不在大趨勢上面 跌生了一定會有反彈 不管怎麼說 只要說管理率過大 一定會有反彈 但是反彈 他沒辦法說回到他的起跌點 反觀像是說一些比較搭在大趨勢產業的先進製程 或是一些跟整個科技股比較不相關的生技醫療 包含一些風電綠能 這些相對來講 他就會比較強勢 所以像是森陽辦也是 我當時也是不斷在講 三奈米的先進製程 再生精遠 他的需求非常大 他是最早受惠的一群 森陽辦跟中砂其實都是 就是說 中砂他還有鑽石碟 他受惠程度更大 但是以台積電三奈米先進製程 再生精遠 這一塊非常重要 今天漲5% 他也是 這個位 其實說你去看森陽辦 森陽辦 他本來就是搭在大趨勢先進製程上面 他這一段相比起大盤 其實他的跌幅跟他的壓力 是相對來講輕非常非常多 這也是因為說 他本身的營收跟他的展望 就來得比較好 因為先進製程這個東西 本來就是說 應該說台積電 他以產業展望來講 他是非常好 但就像我講的 台積電他漲不動 是因為美國公債的殖利率太高 所以包含一些外資 包含一些法人 他寧可去買公債 他也不會去買台積電 但是台積電展望好 這是事實 那這樣子的題材 他自然會外溢到 他旗下的一些設備廠 或是說相關的耗材 所以為什麼包含像 43374的精彩 近期也相對來講比較強勢 關鍵就在這裡 台積電他的題材 看到他的展望都非常好 但是因為說美在殖利的問題 市場不會去買單 那在這樣的情況 他的題材跟利多 就會開始外溢到一些中小型股上 是吧 其實包含像是創意 包含像是世新也都是 他都是搭在先進製程上面的一些 一些委託設計跟他的金元代工 還有像是跟整個科技股比較不相關的 的一些生技醫療 6578達王蛋白 當時有講過5月5號 黃豆小麥玉米大漲 農糧相關的大漲 農糧相關這個東西應該說 整個一些農糧的報價 他就算說短線上在高檔稍微的直穩 但是說他要反轉難度還是非常高 只要說這些原物料相關的一些報價 他撐在高檔上 一些畜牧業者 他一定需要去尋找替代飼料 所以打棒蛋白 他就是其中一項 當時有講過 這個位置5月17 今天也是一度漲停板 其實你不要看這樣 光是這一段 從這個位置 從這個位置 大約是20出頭 20出頭一直到今天 大約是25元 這一段 他的漲勢也是將近兩成 在這樣子的行情中 其實兩成的獲利是非常非常好 相對來講是非常的穩健 所以在目前的行情中 其實我們就是在風險中 去尋找機會 這些機會 為的都是真正大的買點來臨 你會敢去大買 所以手上有任何持股 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或是滿手資金 不知道到底該進該出 利用廣告時間直接來電 先進一段廣告 所以其實在股票市場 很多的走勢都是你事後 回過頭來看 你才發現它就是空頭 它就是多頭 一定是這樣 就算是在去年前年 這樣子大型的多頭行情 你去看 你去看 在去年前年 你現在回過頭來看 它是很標準的大型資金行情 沒有錯 但是在這期間 有多少這種懷疑的言論 覺得說美國印太多鈔票 隨時會反轉 隨時會有泡沫化 結果它足足漲了兩年 足足漲大約是兩年左右 當然換到說空頭行情也是一樣 就像2008年 2008年也是整個市場 事後回過頭來看 你才會知道 2008年的底部在哪裡 它就是一個空頭的格局 但是在當下 你不會覺得 它是一個空頭的格局 所以為什麼會說 在這樣子的情況 目前這樣子的走勢中 你要知道說台股 它還有下修的空間 但是也不是叫你去干等 它這個底部的來臨 而是說且戰且走 就像昨天講的 借勝但是不用去恐懼 它裡面還是會有 能夠超出的標的 如果說你要去等一個 真正的底部來臨 其實還沒有等到 你可能已經先在反彈中 已經沒資金 這是最現實的面 所以你去看 從4月14 4月19 4月19一直到5月13 每一次整個市場上 只要稍微漲起來 整個市場會告訴你說 這裡是大買點 這裡要反轉 這裡準備挑戰連線 這裡準備出現超級的反彈 其實最現實的面向就是說 資金就算你敢買 資金也不見得有這麼多 所以一定是說要且戰且走 等到真正的底部來臨 去擴大部位 但是你在這之前 你如果說沒有這樣去嘗試的話 真正底部來 你還是不敢買 所以在我這兩大平台 Lite跟Telegram ID都是WE178 WE178 前面集合加小老鼠 這兩大平台都非常的重要 你去看近期的成交量這麼的冷清 那為什麼我們的平台 會有這麼多人去加入 關鍵就在於說目前的盤式 你最需要的是總金面跟貨幣面 綜合比較大格局的分析 否則你在目前的盤式 你去用單純的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其實你是看不到說 完整的方向到底是怎麼樣 一定是說要從總金 從貨幣的角度去看說 最壞跟最好的情況到底是如何 所以就像剛剛所講的 目前的行情 那它是風險跟機會共存 你需要在風險中 不斷的去尋找機會 當真正的底部來臨 你才敢去大買 因為所有的底部 都是在事後回過頭來看 你才發現它就是底部 但是在當下你不會知道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所以就是說 美債在這個時間點 它一定還有上修的空間 但這個上修的空間 不是叫你說抱著資金去等 等到什麼時候沒人會知道 真正能夠控制美國公債殖利率 關鍵就在於聯組會 或是日本的央行 關鍵就在這兩大機構 問題是這兩大機構 它怎麼去升息 怎麼去定調 並不是你能夠去決定 那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去做相對應的策略 相對應的操作 或是說在不同位階 去找相對應強勢的股票 所以為什麼說從指數 你可以發現到 從這一段4月7號過後 我們的操作手法跟一些策略 就會開始有比較大幅度的改變 當指數跌破年限 我們開始轉往太陽能 風力發電 一直到這一段 在更低一點的位階 開始轉往一些生計醫療 數位醫療這一塊 一直到這裡 其實很多電子股 它的管理開始慢慢的擴大 那開始擴大也代表說有部分 不是說全部 部分的電子股 它開始組出一個 比較紮實的底部 這個時候就可以去操作 所以包含像是 這些獨立的題材 6578的達邦蛋白 5月5號講過 那一直到今天 盤中一度是漲停板 從20元到25元 這一段其實也是 將近兩成左右的獲利 那包含像是 昨天所講的 8403的聖宏 之前有提過 就數位醫療的黑馬股 取得桃越漢平酒店的產權 發展數位醫療層 昨天漲停板 今天再繼續小漲往上拉 你可以發現到 數位醫療就像之前所提到 數位醫療它其實 概念就有一點像是說 電子股裡面的電動車 它是一個大趨勢的產業 因為說電動車這個東西 就算沒有疫情 沒有什麼任何東西都沒有發生 它還是會慢慢往這個方向去前進 就像是4G到5G 從3G到4G到5G 不論說外在環境怎麼變化 它最終都一定是要跳到5G 那像電動車也是一樣 不論有沒有疫情 不論有沒有油價大漲 它最終都一定是要提高 電動車的市占率 沒錯 生技醫療這一塊也是一樣 不論說有沒有疫情的發生 它最終它都會邁向 所謂的數位醫療跟遠距醫療 只是因為說疫情的 算是加持之下 疫情的催化 導致說這項產業它發展的速度 又再變得說更快 邏輯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昨天盛宏 8403盛宏漲停 今天續漲 好 昨天盛宏漲停之後 今天又輪到我們在4月初操作過的 4116的明基1 今天明基1漲停上來之後 跟明基1同集團裡面另外一檔 也開始有賣盤在進駐 就是說它會慢慢的擴散 只是說目前成交量比較低 它擴散效應會變得說比較慢一點 像是IP也是 3661的四星 其實今天其他的IP也都不錯 只是說目前位階最低的 還是3661的四星 光是歐美的NRE全年就到35 如果說再加飛騰 至少是破40 其實你可以發現到 在這個時間點族群性是不強 以整個IP族群來講 大家應該說成交量最大的3035的資源 它反而在近期是比較疲弱 就像我講的 它是因為說它的產業別不一樣 3035的資源 它比較多的IP是落在成熟製程這一塊 成熟製程這一塊 它本來在下半年就出現一些雜音 所以它自然不會到這麼的強勢 像艾浦 創意跟四星 它這些不論說應用晶片 還是一些委託設計 它都是落在現金製程 相對來講就會比較強勢 像是8028的盛強辦 1560的中砂 這些其實也都是 像台辦也是 它都是搭在大趨勢上面的 一些中小型股 相對都會比較強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你只要知道說 台股它有下丘的空間 只要知道這一塊就好 但是這其中 還是有非常多的機會 如果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沒有去尋找機會 等真正的底部來臨 你一樣也不敢進場 因為你可能會隨便去摸底 把資金全部都摸完了 所以在本週還是一樣 針對一些高成長性的股票 下去做布局 直接來電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我們節目資料緊付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事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字幕志愿者 公平 北論勢 愛る 北論勢 香港 北論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